新淫透視 歡迎大家收看新淫透視 我們又來新淫一下 我今天的打扮是以藍色為主 是很夏日的 因為夏日將會過去 因為納秋已經來了 中秋的月餅廣告都不斷賣 納秋了 過了納秋了 是嗎?什麼時候的事 早幾天 這星期五、六 熱到這樣都說是納秋 那我是白色 白色就希望不要那麼熱 不要那麼吸熱 沒錯 爽一點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說這個 就是大家都很關注的東西 菲庸 菲庸 大家不知道對它有什麼感受 先說一下菲庸 菲庸這個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80年代 是 引入菲庸 什麼時候引入的呢 其實是80年代 香港經濟起飛 沒錯 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 初期 飛的時候 大家有錢 有錢就請工人 請工人 馬姐第一就貴 第二就飾味 就很難請馬姐 沒有了 已經差不多是 順德那邊 其實最主要馬姐可能去了東南亞那邊做事 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些女性主義 是嗎?跟上一些老闆過去東南亞 對 還有很多時候順德那邊的馬姐 所謂不嫁姐 其實都是馬姐 很多時候就走了東南亞做事 當然是那邊好運 很多拿督 為什麼那邊不請菲庸呢? 我想知道 人那麼多 那邊如果這樣說 那邊的慣性 還有那個 妹仔 或者順德的馬姐 一斤的老闆是跟成一輩子 就不會像現在那樣簽約 一斤老闆就跟成一輩子 對 有些文化有點不同 有些像妹仔 好 好 那這個其實我怎麼知道 我也不太知道 我也是看書回來 看看這個 嘩 這麼厲害 看哪一本 我也是上課上課 這麼重要 上哪個課 那個叫什麼 女性主義 陳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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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鄭蔡那個 陳什麼 唱大女花 那個 那個教書挺好的 其實你說他講的很奇怪 可以的 我喜歡他 我喜歡這些男性化的女生 其實挺漂亮的 我喜歡一些碎氣的女生 有一種不同的特色吸引力 如果知道陳什麼 陳宅雷 陳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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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雷才能說得到 哎 花雷 對 陳曉雷 唱語曲挺好的 為什麼我們講這些東西 講回馬姐那些 上去課就知道那些 飛鎔的歷史 對 馬姐其實去了東南亞 飛鎔又怎樣 當時比利賓很窮 在馬可思年代 其實很多人都找不到東西 做的經濟比較差 他的鐵力就要求全 要嘗試去外面工作 其中一個掠腳點就是香港 當然還有台灣等等的亞洲地區 吸引了很多菲律賓的人士來香港打工 香港打工 80年代 因為我再講 沒有馬姐和人工高 在香港的社會變化當中 有一批很有錢的人 當然 李民視華夫 李嘉誠 可能還在用馬姐之而此 是不期的 他們給得起 但一般的中產家庭 你如果要請馬姐 其實他的人工是多貴的 給不起的 但他又需要這種服務 理由就是他要上班 也是這個理由 他要人打你家 照顧 煮飯 洗衣服 他要拆牙 自己拆小孩 臭小孩 不幫兒子拆牙 不幫兒子拆牙 不幫兒子拆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何處理 所以有菲傭引入 我妹妹在芝加哥生活 在美國芝加哥 她生了第一個小孩 牙痛 她的丈夫 即我妹夫就上班 我妹妹在家裡 彈鋼琴 她可以照顧小孩 她的老爺和奶奶 就幫她照顧她的女兒 我便問她 其實美國有請菲傭嗎 沒有 她有寶寶 美國有寶寶 她的就是終點計 那些很貴 我當然在說和菲傭比較 當然 因為她請回本地人 她的工資當然是跟回那裡的水平 但菲傭又不是 她是一個外籍的傭工 進來香港 而我們的傳統觀念 既然是這樣 我們便用回她們那個國家的一般水平 找到淡食的工資去給她們 況且她給她工資以外 就是給她吃著 保險 即是越來越多 譬如她要離開 辭工 或者你炒 雷孫 這樣都會給她 一年回來 雷孫 這一類的福利 那便 我在想 原來美國 芝加哥又沒有這些 怎麼香港又會有呢 為什麼 我是不斷問這些問題 為什麼美國不應入菲傭呢 如果那麼好 又可以促進了經濟 你一引入菲鴻時香港的僱主都說得很重要 你記不記得80年代我們香港工人或職工盟 或工聯會都曾經叫做反對輸入外勞 記不記得這個歷史 不是80年代 近年也有反對輸入外勞 我說得最早 因為當時香港工資貴 電子業 黏膠花全部適味 而一些比較低下層的工作沒有人做 不是沒有人做 應該這樣說 而是工資不夠付 即是工人 原來你只有兩三千元 我都找不到食物 我怎樣做 即是有開始的結構性問題出現 那些僱主開始叫輸入外勞 當然其中一件事最直接 最沒有爭拗 就是輸入菲鴻 輸入菲鴻去到80年代 少許歷史 80年代 即是輸入外勞 90年代開始就有不同的外勞出現 印傭 印傭 泰傭 泰傭 是 主要是印傭 泰傭和菲鴻 即是好像是越南傭 有沒有 其實是有的 或者是大陸都有的 不過那些大陸的通常都是非法的 為何會邀請大陸呢 這是很奇怪 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其實有我們香港人本身 如果說溝通或者吃東西 當然是吃中國菜或者找中國工人 應該會本來好些 但因為香港一個一國兩制 或者特殊的公民的關係裏面 你又不可以邀請大陸的用工進來做家庭工作 為何呢 手續是比較煩的 不是不行 因為中國人反而麻煩一點 反而在外國裏面 奇卵怪又出現 即是外國輸入就容易了 菲鴻因為他們做得久 以及我們的印象 我們的雇主或者一些介紹公司 菲鴻就會越來越貴 而且菲鴻因為在香港很久 我講述歷史 他們從僱主的角度 就開始有工會 懂得玩東西 從僱主的角度 我不是說他們玩東西 用他們的角度說 開始引入引融和太陽 其實故事就是這樣 而且工資開始上漲了 他們要求福利比較多 而印融和太陽進來 其實太陽已經少了 主要是引融的 其他原因就是 印融比較好欺負 即是他們更窮 或者他們更加無所謂 印融和菲鴻 便宜一點 但最主要不是最主要便宜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不放假 印融不用放假 一個月放一次至兩次 因為他是伊斯蘭較多 所以不用放假 菲鴻是天主較多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融工競爭 即是印融和菲鴻之間 菲鴻現在越來越少退息 但菲鴻比我們過往的感覺就是 做的事比較乾淨 所謂的文明 因為他受的教育通常都會好些 印尼那一篇 通常輸入的外勞 外傭都是比較小學畢業 或者不識字都有 或者是教育程度比較低 所以菲律賓的教育程度比較高 所以他的英文或者整體的教育程度比較高 是 這個就是分別 是 所以說回印融 就變成 因為價錢便宜的原因 就吃了菲鴻的位置 近這幾年 所以說回歷史 但是當然我們要不排斥任何的融工 而是說回話給你要講的問題 就是我們是否應該要贊成反對這個愛融 笑甚麼Apple Apple為甚麼笑 不知道笑甚麼笑 我笑我的混友 是的 好了 我記得以前在新城電台 即是在李嘉誠的電台的時候 我做節目 我曾經有一集節目 在問一個問題 為何菲鴻便宜 其實我一直在想 其實是否存在一種剝削 即是 我不懂得說 即是 不是同僑同香港人 付少些錢你 你生存到便要 即是有甚麼不公道 在裏面 我是在這個節目那裏問過 那就是惹來一些人的投訴 即是有請菲鴻的僱主 打電話來投訴 投訴你 投訴我 當然是 難道投訴李嘉誠嗎 投訴李嘉誠請你 投訴我 我就跟當時的負責人 叫朱明睿 就是理論了一段 當然以他的級數和他的檔次 不是很懂得跟我對話 即是在這個 事話剝削 即是不公道 事話是否存在剝削的情況下 還有我記得最近 即是當討論 菲鴻有沒有居港權的問題 在電視台 我不記得無線電話的事 訪問了一個平頭莊的女人 她是主婦 她的樣子有點像以前的任官配應 那個髮型 即是齊頭 她說了一番笑話 她說我請菲鴻 當然是因為她便宜才請她 如果她那麼貴 不要我自己抽 就是她便宜 我才賺多錢 如果菲鴻來到香港 有居港權 她又要28元最低的工資 我當然要解僱她 我有一種好像很對 好像很理性 是這樣的 即是計算是對的 但我總覺得好像忍著忍著 始終你都是 是踩著人家 或者你是享用著 一些不公道的東西 而建造著自己 即是便宜著自己 就是剝削著人家 其實我的看法 我沒有請菲鴻 我自己 我不斷有這樣的想法 我有這樣的想法 即是你請菲鴻 譬如有些家人 我有些朋友都在請菲鴻 我都會問她 你其實覺不覺得自己是 你請她回來 你用一個很 你覺得很著數的價錢 然後自己就有多些時間空間 和自主 兩夫妻都出去賺食 然後賺錢 在那些錢裡撕很少 給那些費用 或者引用 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說話有問題 你說撕很少 就要看個個家庭 其實你有定了 有個法例定了 即是在家庭裏面 是不是撕很少 就要看個人的生日定義 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意思就是說 你相對於給那個印傭 如果媽媽要在家裡撕小孩 那個要付出的 如果用量化的價錢 一定是大於 你現在給菲鴻的好幾倍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所以就有一個 撕很少的 即是很簡單 如果你請香港容工 不要說什麼了 你的價錢一定不可以去到 3980 不是3680 對不起 不知多少錢 三千多 但是我媽媽出去做事 我會賺一萬多兩萬元回來 我便分三千多 便有一種幾倍的一個 我就看是一種剝削 或者一種不公道 你覺得應該怎樣付 我覺得應該怎樣付 應該怎樣付 我覺得 我也不想到有什麼辦法 但如果對他們來說 他們 即是你的想法 我給你三千多元 比你家裡餓死 一定是有這個 不是不是 即是三千多元 不是 如果在香港 你賺三千多元 是生存不到的 一定是生存不到的 這是常識 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生存 租間劏房也不行 但是我是說 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他們會湧入來 就是他覺得這個三千多元的價錢 他賺這個錢 比在他自己祖國裏面 是的 然後我問第二個問題 就是 是否有一種 國家和國家之間的 一種不公道和剝削 其實沒錯 即是我不斷在問這些問題 問題到最後就是這個問題 即是他自己的國家的問題 是的 他和菲律賓那些是亞基諾 他們還以出 即是怎樣 他們輸出自己的國民做 非傭何傭 這樣為傲 即是有些政府 所以我覺得 最近你說 即是菲律賓工人 都說權的問題 就引來很多的聲音 那些 主要都是 譬如說他們 香港會陸沉 等於另外 我一次遇到金仔 在地鐵站 我問金仔和他一些朋友 最近菲律賓居港元的問題 有沒有勾起你十多二十年 一直以來那種的傷痛 他說當然有 原來是一模一樣 繼續在循環中 整件事 都是用理據 香港是會陸沉的 是會分薄香港福利的 有一個新的觀點 以前沒有 是甚麼 金仔二十多年前就沒有 近十年八年 是甚麼 就好像葉劉說要釋法 最差的就是葉劉原來打回原以下 是這樣的 是 即是他新民黨 新甚麼民 新不到民 即是是吧 大學知道 再明明得再新民 再至於自善 他新不到民 他是不是引用這句 你想的 他肯定不懂 現在我教你 葉劉 沒有新 新不到民 就是做一種 我最近看一本書 是許寶強老師的限付扶貧 他說香港的政策 為甚麼香港有貧富懸殊 因為香港有一個文化政策 就是做一種貧富分化的文化政策 而這個貧富分化就是分開人 將人畫這些界線 而這些政客 新聞黨 在說葉劉淑儀那些 或者很多香港人的想法就是 咦 給菲傭去香港有甚麼貢獻 他有納稅嗎 這些想法也是傻的 菲傭的貢獻不需要我多說 這個很重要的 菲傭的貢獻 另外這些外傭的貢獻就是 令到 如果從資本主義那裏 是讓更多人出來做到工作 去刺激經濟 和貢獻到這個社會 所以你不可以說 這個菲傭或外傭 其實就是做整個 香港經濟命脈裏面的後勤工作 所以我覺得 我不可以這樣抹受 他沒有這個貢獻 所以我覺得香港做為香港人 其實有些人說 來生不做中國人 亦都是來生不做香港人 為甚麼呢 因為你看到香港人那種糧薄 和整個香港文化那種的 mean mean 那種糧薄是多麼重要 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面 譬如我們怎樣對新疑 6千元 不應該分給 whatever 今次非用的居港權 都是說我們怎樣去對他者 我們怎樣對那些 跟我們有差異的人 或者比弱者 你可以說弱勢也好 他者 我不想太高低 強弱之分 我們怎樣去對他者 其實香港對他者是很差的 雖然電視機上不斷播那些 好客之道 林子祥唱那首歌 劉德華那個 香港是甚麼好客 怎樣 旅遊業 但整個文化其實是一個虛偽 和對他者是不友善的文化 我在Facebook那裏有一個群組 他就說要去聯署抗議那些人 否定非用的合法去爭取居港權 他頭的intro寫得好 他說姓志文 現任香港海洋公園主席 有蘭桂芳之父之稱 他在2008年放棄加拿大國籍 入籍中國領取回鄉卡 和香港特區護照 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李安琦全港首個姓志女 小學一年班 由廣州來香港 居於天水為虛煉 讀中五的他 以烏龍茶抑制前列腺癌細胞的影響 研究 就在學界內得獎 獲得國際知名 業餘天文學家楊光宇推薦 一顆小行星叫做李安琦星 蘭桂芳之父和這位姓志女 同樣是可以被稱為新移民的 香港永久居民 我很少說姓 我覺得多餘的這些中文 當然 香港永久姓居民 我通常說永久居民 當然 姓志民甚少會被稱作新移民 同樣為香港作出不同形式付出和貢獻 同樣受香港人普遍接納和歡迎 既然來自加拿大可以 來自中國也可以 為何大部份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傭工 就不可以呢 其實這裏是說的一種階級 他們是低賤的外傭來的工人 沒錯 所以我老闆吃剩的 你不要和我們同台吃飯 你自己躲在廚房吃飯 我用煙頭辣你我都可以 你怎樣對他者呢 香港人我想問 我不同意 我覺得我不同意你這樣說 我全世界都良薄 其實那個邏輯就是 所有的全世界的移民邏輯來的 你現在去加拿大 你拿著幾百萬 你不是移民 全世界人都良薄 香港人都良薄 是啊 即不只是香港人 可能香港人某些位更加良薄 但今次這件處境裏面 他現在那個移民 或者比他做新移民 其中一個條件 其實就是看你有沒有錢 有沒有學識 你是甚麼料 是啊 就不是講你那個貢獻 這個貢獻要分 像你所說的 就是分等次 有些是高級一點的 你又是下賤一點的 你只是做工人 這件事 看到我們本身香港 其中一件事就是 跟隨著整個階級的文化去走 完全沒有脫離到 我們很盼望的 所謂的國際大都會 不過我又自己自打嘴巴 你說香港國際大都會甚麼 那些甚麼紐約 日本是何上又不是 你移民是否這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要根據 基本法系裏面是怎樣說的 如果基本法系容許他們住這麼多年 或者他們有一定的居留權之後 在香港永久身份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隨和尊重法律 就不是每次 因為你用一些恐懼的理由 或者恐嚇的理由 令到這群人 剝殺了他們留在香港的權利 以及最壞的就是葉劉 我再說一次 真的很壞 你怎可以又在這個問題上 叫人大釋法呢 每次都叫人大釋法 那麼香港的法治 不是蕩然無存嗎 還有甚麼理由 香港的法治還會得到 真是一個公道和公平的 一個法律的機關呢 我們很懷疑 我記得熊仔叔叔有一次 講了一個故事 我不想用太理論的東西去講 熊仔叔叔有一次講了一個故事 令我很深刻 那個故事就是在 菲律賓人治事件之後 沒多久發生之後 香港人是很討厭那些菲傭 然後熊仔叔叔在一個場合那裏 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他認識了一個菲傭 他就問那個菲傭你有甚麼理想 不知道僱主有沒有問過 菲傭有甚麼理想 熊仔叔叔就說 那個菲傭跟僱主說 其實我希望 第二天離開這個工作的地方 之後回到我的鄉下 我可以有塊田 有塊田可以種東西 建屋 然後熊仔叔叔叔就說 然後我僱主說 如果你的夢想是有機會成就的一天 請你記得你用那些總資耕種的時候 如果有甚麼修成 請你拿回一個修成 和我們一起去分享 他說了一個菲傭的故事 我亦認識了一個引容 我亦問我朋友的引容 我亦問他你沒理由做一輩子的引容 在這裏 譬如年輕人 讀中學的時候 我聽過他的父母說 他就不會再請這個引容 我就問這個引容 其實你有甚麼理想 你有甚麼夢想 你便回去印尼 他說我想開一間 賣手提電話 電話卡的店 我就說要多少錢 其實開一間 起印尼 要五萬元港幣 有一個想法 由這一刻開始 幫他籌集這五萬元 找親戚朋友 他身邊那些去填表 一人去支持一下 作為他日後 離開給他一份夢想的禮物 我覺得 是否可以對他好些 香港人 又說賦予社會 人均GDP 又說20萬港幣一年 為何還要這麼涼薄 香港人 搞甚麼差事 教會也不會 教會也這麼涼薄 我覺得是離譜的 所以這個聯署 大家上去 Facebook Facebook是聯署 應該Facebook寫去哪個位置 Facebook有個群組 我想大家爭取非傭居港權 就可以找到這個群組 希望大家 給多一點人性 你怎樣去教你的下一代 我覺得 原來媽媽是這樣對 那個臭大自己的非傭 我覺得你怎樣 還有甚麼希望可以 就是換 繼續換非傭 換用 那你怎樣教 他不是教女兒 不是教兒子 要換 要涼薄些 要涼薄些 好像你老爸老母那樣涼薄 對 社會上很生存 生存不到 是不是 你不是這樣 你日後你不行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是吧 就是 涼薄熟義 新民黨 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新民黨 不要被田北辰那些 假裝了 暫在人民的角度 那些事情 還有民建聯 民建聯 民建聯 也是極度可惡 已經是 因為近區議會選舉 已經是周圍派傳單 說這些非傭等等 是歸留在香港所引發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樣反對 還有要求政府有任何 在司法覆核後有任何的差池 設計一個對策 面對這些非傭 你明白嗎 是 我覺得現在民建聯 做一個政黨 應該是一種視野和一種判斷 泛民政黨有沒有這些事 很民粹 人們這樣想 你就這樣做 去討好它 這個政黨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會殘害整個政府和國家 因為它只是做一個民粹的政黨 我不知道泛民的政黨會不會因為 我知道國民黨 公民黨 公民黨都出了聲 出了聲是什麼聲 都是支持非傭的區港權 民主黨就沒有 其他泛民政黨如果看到 香港市民大部分都是反對非傭居留在香港 那你猜泛民的政黨不會立即跟著他們這樣嗎 看看 即管看看 我也想看看 我也想看看 是吧 下一集我們再見 好 不過 我們有點緊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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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